林振宏是不同的時間點 不同的衣服 有穿黨政的 有沒有穿黨政的衣服 出入酒家不同時間段 所以一個組織部的部長 奈何能夠頻繁的出入 有你陪似的場所 新黨的立委參選人在今天呢 是召開了記者會 他指控的是和賴清德 關係不錯的這個民進黨部的主任林振宏 說他是涉嫌到酒店 而且和旁邊陪侍的女子 是有比較親密的動作 在今天他是拿出了這個照片 說就是在這個不同的場合 而且也可以看到林振宏 他是穿著不一樣的衣服 我們來看一下稍早情形 上一張的圖片的衣服 跟下一張是完全不一樣 這一張是穿聖衫 前一張是穿著Polo衫 也就是這個鄭文燦 說他不同的服裝被剪接 但是我們看到整個林振宏 是不同的時間點 不同的衣服 有穿黨政的 有沒有穿黨政的衣服 出入酒家不同時間段 所以一個組織部的部長 為何能夠頻繁的出入 有你陪似的場所 好林振宏大家可能相對來說 比較不熟悉 他其實是民進黨組織部 相當重要的成員 而過去在信賴的部分 也是交給他來處理地方組織 那當然賴清德在很多的陸戰上 也都很仰賴林振宏 那目前為止呢 黨中央還沒有最新的回憶 而是民進黨組織部 現在更會提供 那個意思是 去讓他們